十多年大浪淘沙后 如今依然屹立不到的选秀节目 只有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 当然了 该节目已经不复往日辉煌 尽管每年的招商情况依旧良好 但已经调出了国产综艺的头部行列 尤其是去年的好声音2022中 李文为了维护战队学员周飞哥 在节目录制现场公开发表 质问节目组公平何在 节目的停播呼声一度很高 但即便如此 浙江卫视和灿星并不会就此放弃 毕竟中国好声音 依然有相当可观的收视群体 而且招商情况并没有下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好声音2023将接档奔跑吧11播出 而后者已经播出过半 所以前者应该正在紧锣密鼓筹备 5月31日 知名音乐博主灯灯hoho曝光了 好声音2023的四大导师 分别是周华健 潘维博 薛之谦和刘宪华 对于该爆料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一来是因为现阶段节目组 确实应该已经确定导师阵容了 二来是因为灯灯hoho的爆料向来可信 就拿去年的好声音2022来说 他是第一位曝光梁静如将加盟的人 而且最终得到了证实 此外 李文在十一竞五赛段发飙的现场视频 就是灯灯hoho首先曝光的 基于该爆料有较高可信度的前提下 那么 好声音2023的导师阵容怎么样呢 目前来看 周华健绝对是撑门面的人物 潘维博比较尴尬 而薛之谦和刘宪华两人 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首先 周华健担任 好声音2023的导师 没有任何问题 资历 咖位 代表作 唱功 创作能力都摆在那 是华语乐坛的大前背级歌手 纵观 中国好声音 历届导师 资历比周华健的高的没几位 所以他如果确定加盟的话 那么 无疑是今年撑门面的导师 值得一提的是 周华健会给人一种 早该担任 中国好声音导师的感觉 但没想到直到第十二季 才坐上导师席位 以周华健的地位 中国好声音 前十一季中 不太可能从没邀请过他 他大概率是婉拒过 周华健加盟 好声音2023 固然是好事一件 但不得不感叹他早该加盟的 应该在该节目还处于巅峰的前几季加盟 而不是如今热度和口碑双双下降的现在 周华健之后 第二个应该提的是潘伟博 他成名于神仙打架的千禧年后 兼具作品 人气和情怀 按理说 潘伟博担当导师完全够格 毕竟之前是中国新说唱的导师 但如果是中国好声音的导师 似乎就有点尴尬 因为提到潘伟博 更多人想到的是他的快歌和说唱 而不是慢歌和唱功 周王陶林四人 之所以被公认是新四大天王 除了杰出的创作能力外 他们的唱功同样名副其实 潘伟博没有入选不是没有道理的 周王陶林四人中 目前只有周杰伦 担任过中国好声音的常驻导师 节目组之所以不选择 王力宏和陶哲 或许是因为他俩的风评不稳定 而林俊杰应该是请不到 毕竟当年的《我是歌手》 也没请到过 今年的潘伟博 明显对标的是去年的梁静如 节目组应该是去年尝到了甜头 尽管千禧年后的那批歌手 近些年产量大减 但情怀至今是top级别 可以预见的是 在刘欢、孙楠、汪峰、纳英等 这一辈歌手逐渐放弃选秀节目导师后 内宇选秀节目应该会把目光 转移到周王陶林 四大三小一舌团这一辈歌手 中国好声音的这步棋 其实没错 潘伟博担任好声音2023的导师 虽然有点尴尬 但说他不够格也不恰当 所以总体来说问题不大 但薛之谦和刘宪华 在如今节目组还没官宣的情况下 就已经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最多的评论就是不够格 与刘欢、纳英、汪峰、宇成庆、李健、陈奕迅等人比的话 薛之谦可能资历不够 但是如果与李荣浩和李宇春比的话 那么薛之谦完全够了 薛之谦的唱功虽然不顶尖 但创作能力可圈可点 出圈的代表作不比李荣浩少 中国好声音 这个节目 其实需要一个创作能力强的终声代导师 至于刘宪华 音乐才华无庸置疑 也擅长多种乐器 但劣势同样明显 比如国民度并不高 很多网友表示听都没听过 比如没有代表作 这是他被质疑的最大原因 没有代表作就意味着没有权威性 当然了 好声音2023已经确定新增唱跳赛道 韩团出身的刘宪华 如果是唱跳导师的话 那么完全有资格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节目开播后 刘宪华和节目被骂是肯定的 如果好声音2023四大导师 是周华健 潘伟博 薛之谦和刘宪华的话 今年的口碑不太可能大幅回升 但有薛之谦和潘伟博在 节目氛围应该不错 事实是 如果单看阵容 从资历来说 的确和网友描述的一样 是周华健在撑场面 其他歌手都不太能打 且显得没有吸引力 那么 好声音导师阵容变成这样 是因为请不到人吗 其实不一定 一节目赛制改变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一点 今年的中国好声音 是有着较大的变化的 节目增加了唱跳赛道 那么自然也就会增加唱跳导师 而刘宪华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登上了热搜 当时能看出背后 有着一定资本推动 热搜登顶的 还是比较奇怪的 节目组之所以选择刘宪华 主要还是看中 他的口碑和人设 音乐才子虽然年轻 但是他的大众形象是高级的 况且刘宪华本身实力的确不错 只是目前内娱 没有太多他发挥空间 所以在下沉市场的 整体表现不算出彩 除了刘宪华 节目组还请来了潘伟博 这就是在表明 中国好声音官方的态度 朝着选秀节目搞 选秀节目都能把热度拉满 中国好声音自然也可以 参照下选秀类节目的剧本就可以了 潘伟博本身就当过选秀节目的导师 同时出道时间早 资历也够高 是很适合参加今年的 中国好声音的 二薛之谦人气并不低 或许因为种种原因 部分网友对薛之谦是有着一定敌意的 这里咱们就不聊私生活 聊聊音乐本身吧 目前的薛之谦 在华语乐坛演唱会市场是头部存在 在内地演唱会更是为数不多的 能够开大型体育场巡演的歌手 而且往往还是溢价在开 同时 薛之谦本身也是一位 极其擅长制造综艺效果的歌手 这样的艺人 可以让一档节目的趣味性提高 拥有更多的看点 同时也不至于太沉闷 哪怕是从音源数据方面来考虑 薛之谦依然还是头部歌手 QQ音乐歌手榜长年前舞 基本就没有调出去过 而且 我想说一句 尽管互联网上很多人喷薛之谦 但是我得说 线上是线上 线下是线下 等着节目播出 咱们就知道了 搞不好真的有很多学员 就是冲着薛之谦来的 人气摆在那里 这是客观数据 看完以上 其实可以说 今年 好声音导师阵容还是挺合理的 一位前辈歌手 一位中生代实力人气兼备的创作歌手 一位说唱类型的歌手 且有着选秀节目导师经验 还有一位新生代音乐才子 当然 以上阵容并非绝对完美 比如说刘宪华 其实陆寒 张艺兴都是很合适的选择 只不过可能确实请不来 另外像潘伟博同样有着更多更好的选择 比如说 胡彦斌 我个人认为蓝台方面 应该是邀请了胡彦斌当导师的 天赐的声音都合作这么久了 没理由说不邀请 更何况胡彦斌的音乐制作能力有目共睹 所以 大概率 还是胡彦斌自己 没有接受罢了 最后 这个阵容我更期待的 倒不是说导师能有多少有趣的互动 我更想看基于这个阵容的好声音 能否在热度上实现翻盘 不是说明的好声音乐阶段 我更想看基于这个阵容的好声音乐阶段 我更想看基于这个阵容的好声音乐阶段